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现在在哪里呢 很简单 我现在在镜头前 哦不是 我现在其实我在宁波 浙江省的宁波 那么我到宁波来干嘛 这个问题很好 是我自己问自己的问题 我自己还有给自己问问题 还有回答问题 我觉得好累哦 天哪 OK 我来宁波当然是来吃饭咯 当然是来逛街啊 宁波有那么多好吃的海鲜 因为现在又不是进鱼期 所以有好多鱼 我昨天就吃了酸菜鱼 虽然那个是云南菜 不是宁波菜 还吃了德克斯炸鸡 为什么吃德克斯炸鸡呢 因为如果你去过德克斯的话 是不是有听到过 他在门口放一首洗脑歌吗 我要我要吃炸鸡 德克斯 那这是什么 如果听过音乐的人就会想到 哇 这不是贝多芬吗 德克斯和贝多芬有什么关系呢 对啊 所以我觉得好有意思 可能贝多芬的音乐 真的在生活中无处不见 只是人们可能很少关注到 可能想到 哇 这个原来是贝多芬 那么我来宁波 OK 言归正正 我来宁波其实除了吃饭 除了逛街 除了在健身中心 每天跑五公里 昨天终于跑进了三十分钟 觉得好不容易 当然了 还有必不可少的 组织泳池派对咯 除了这些以外 我来宁波主要是庭院会 那么我为什么要到宁波庭院会 因为我平时在其他城市 在上海和北京 那因为宁波有一件 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 就是在五天之内 演完贝多芬的交响曲拳击 九首 九除以五嘛 结果上等于二嘛 就是一天 前面四天演两首 最后一天演一首 那么演出的乐团呢 就是这支乐团 对 宁波交响乐团 然后指挥是鱼鹿 从十三号开始演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五天之内 正好把贝多芬的九首交响曲演完 那么也正好赶上 贝多芬的纪念日 今天 今天是十七号 也许你看到视频的日子 可能是十八号 可能是十九号 取决于朝人坛的这个视频的处理进度 和上传进度 但是今天是十七号 所以今天晚上呢 在贝多芬这个受洗的日子里面 两百五十周年前贝多芬在波恩受洗 受洗是一个宗教仪式吧 那么其实受洗和中国的登记 出生登记有点接近 比如说你去教堂受洗 就像教堂的工作人员会写下你 名字 父母名字是什么家庭住址 几月几号生 什么时候生的 就这样会把你登记下来 所以就等于说 就有了这样一个出生的一个记录 那么贝多芬的出生记录呢 就是他的受洗的日 十二月十七号 在两百五十年前 两百五十年前是哪年啊 我还数学不太好 记不住了 还是自己算一下吧 OK 受洗 OK 那么今天就是他的受洗日 两百五十年前 那么今天晚上 宁波教响乐团就会演出 第九教响曲 贝多芬的最后一部教响曲 然后来为这个五天 演九首教响曲 圈集的这个行动收尾 那么所以这是我来宁波的原因 为什么在宁波 而不是在比如说北京 上海或者广州 我们说北上广 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 应该也是林 也是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吧 或者也是文化氛围最好的城市之一 那为什么在宁波 宁波又不是省会城市 浙江的省会是杭州 宁波带来的是一个文化历史 文化重镇 但是为什么偏偏这样一个 哇可以说是经历 需要非常浩大的精力和体力的事情 会在宁波发生 所以我来宁波 我想看一下 这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那么说到这个演出全集 非常有意思 五场音乐会 五天演完 其实非常累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过 你可以尝试一下 连续五天听音乐会 连续五天看演出 周一到周五 或者周二到周六 二三四五六 对五天 你可以尝试一下 就我个人来说 虽然我是体听音乐会为职业的 但是我也非常喜欢这个职业了 所以听音乐会对我来说 既是一份职业 也是一份爱好 也是一个休闲娱乐 但我从十三四十五三天 听了三场音乐会以后 我觉得 我真的好累 非常累 并不是说 音乐让我累 而是说我得 每天思想高度集中地听音乐 还要写下我的感受 这样的节奏有点累 而且我以前 虽然连续一星期听音乐会 每天听一场 听两场 听三场都有 但是像这样思想高度集中地 做一件事情确实很累 作为听众而说 所以我昨天没有去听音乐会 昨天是第六和第八 我没有到现场听 因为这套交响乐 除了在现场演出以外 还通过一个叫 Bilibili叫B站 做了一个网络直播 那么我前三天 十三十四十五号的晚上 其实都在现场听 所以我昨天想换一下 我在网络看一下这个演出 所以我没有去宁波大剧院 演出现场 就在网络上看 那么我拿着手机 输入这个房间号 还有网址 然后就在看 那么我当时是在外面吃饭 然后一边走路 一边看着手机 在刷刷刷刷刷 然后经过一个咖啡馆 在市中心 一个看上去非常古朴的老城 然后这个咖啡馆 古色古香的 它不像是一个 非常时髦的西方的咖啡馆 看上去有点像一个会馆 这种像头人堂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很好奇 然后灯光也很漂亮 我就进去看了一下 然后果然是咖啡馆 下面的咖啡店员就问我 就不要去点咖啡啊 我说没事 我看起来还蛮贵的 我就觉得好吧 我考虑一下 看有没有团购 然后继续刷手机 这时候我看到 有些人在往二楼走 二楼灯光也蛮暗暗的 我想是不是二楼还有 因为一般去咖啡馆 就看到二楼是不是风景更好 能够看到景色 虽然那时候也就六七点钟 已经蛮晚了 也看不到什么景色 所以我就去二楼看一下 我正好发现二楼有一个 像是演出的一个场所 里面放了一个 有灯光 还有麦克风 立麦 还有这个音响 还有前面摆了一排 和多排座位放着 有一个人在门口检票 还有一个名女在卖票 我就问这是什么演出 她说是我们是一个 OpenMake 开放卖 原来是一个脱口秀 那我就说 好不好笑 她说今天是OpenMake 就是一个开放式的 一个新人测验厂 所以不保证好笑 那我就想 那我可以换一个调节一下口味吗 我连续听了三天的Beautiful交响曲 今天反正网上 现在正在刷这个交响曲 当然我还在看 有多少人在现场 在同时在看这个交响曲 我可以一边听talk show 一边一边看这个网络的直播 当然看我不是听我 看网络直播 我就问那有没有票 票买 然后那个门口那个检票的人说 哎呀我们那个现场的票 只有现场票了 网上7000订购的票 包括免费的票 早就已经发完了 现在没有了 然后我问她多少钱 她说39块钱 我说哇 这个价格跟咖啡 一杯咖啡一样贵 或者说跟一杯咖啡一样便宜 也取决于你的立场怎么样 我就说行吧 那我要不买一张在这 我问她多少时间 她说7点半 一直到9点钟 一个半小时 那我想可以尝试一下 然后那个美女就对我说 哎呦师兄你确定吗 39块钱 来说不太值哦 因为我们真的不确保会笑 哦我第一次看到有这样做生意的 好吧 我觉得嗯 非常实诚 39块钱 要花39块钱 看上演出期时间蛮难的 好像哦 对于我来说 所以哎 我就买了一张票进去听 然后主持人出来了 那我都坐在第一排 然后第一排大概有六个人 那边三个 然后这边三个 那边三个人互相认识 都是一起来的 后来主持人 你知道主持人 talk show里面 那个open mic 他们主持人会跟听众会 有互动嘛 所以主持人就问前面三个 哎你们是哪来的 然后他们说 我是诺丁汉来的 Northium University 这个宁波的分校 那主持人问他们 哎你们 是早知道我们这个演出的 然后他们三个人说 我们学校发贝多芬的票 发完以后呢 我们就查了一下 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演出 因为他们已经听了两场演出 贝多芬的音乐会 然后我就坐在他们的旁边的旁边 在想 哇好巧啊 竟然我临阵脱逃 不听贝多芬的音乐会 跑来听talk show 竟然还碰到三个 跟我一样临阵脱逃 不听贝多芬的人 当然这并不是说贝多芬的音乐不好 也不是说演的不好 而是说换了一种口味 而是说贝多芬 在宁波这个城市 哎 他突然有了一种 他成了一种精神的象征 成了一种口号 成了一种文化的标志和符号 是贝多芬把一群 平时不相干的人聚集在一起 而且聚集在一个咖啡馆的二楼 一起听talk show 哎 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 我就听他们继续在 主持人继续在跟他们互动 到了有一些段子啦 什么 闲段子啦 闲梗之类的 挺好玩的 然后他们就说 他们学校是发了这个贝多芬的票 然后他们听了两场 当然了 今天晚上 因为他们在大卖网上查 哎 既然除了贝多芬以外 还有什么演出 然后就查到这个演出 好像是 一看票价才六块钱 好便宜 我是三十块钱买 他们才六块钱买的 在大卖网 这不是广告哦 不是软文哦 大卖网没有给我们钱 哎 所以我就继续听 然后他们说 就来就来看一下 看talk show 然后主持人就 好有意思 就是哦 是贝多芬啊 然后就 调侃了一下贝多芬 具体调侃什么内容 还是要去现场 听talk show 这也不是广告 然后主持人就开始 目光开始向我 这边一动 开始跟我互动了 说你是哪儿来的 我说我是上海来的 他说你是干嘛的 我说我是记者 或者说我是评论人 他说你是来干嘛的 我说我是来听贝多芬啊 我真的是来听贝多芬啊 然后那个 那个讲talk show的人 快疯了这套 他说啊 怎么又是一个贝多芬 然后他就快疯掉 然后他说 就是又是一顿 调侃贝多芬 那么 这时候 其他的 其他的那个 open make的演员 开始上来讲 然后主持人下去 然后当第二个演员 讲完以后 他就上来说 我刚才查了一下 今天是贝多芬的 二十百五十周年 好像宁波是有一个很大的活动 原来你们都是来听贝多芬的 但是你们就跑到 全跑到talk show来听我们演出 所以我觉得哇 贝多芬真的是无处不在 在宁波大剧院 人们在演贝多芬的交响曲 在一个咖啡馆的二楼 几十个人坐在一个场所里面 听talk show 然后主持人也讲到贝多芬的 二百五十周年 可以说贝多芬真的 这次演出五天演贝多芬 把贝多芬的这个精神的文化符号 遍布蔓延到了整个城市的 每个角落 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以我也 我也觉得这个阴差阳错的 在talk show的现场 喷到三更多 丁汉大学 学商科的 金融的 还有什么营销的 博士 在听talk show 然后他们也在 前两天也在听贝多芬 当然他们票是发的 我也觉得 哇 那么对于这个城市来说 卖票还是一件非常 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要让大众自愿地 花钱买票 进剧院听贝多芬 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 这个过去的五年 你想宁波教想乐团 也是演出这次贝多芬 叫上去全级的主办单位和乐团 那么他们第一次招聘 到17年开出了首场 乐级的音乐会 当时我就来了 我听了他们演的歌剧 就《悠悠录名》 是讲中国的诺贝尔 医学奖获得者 头右右的一部歌剧 孟维东 作曲的歌剧 写得非常好 非常感人 我觉得是 所谓的民族歌剧 但是我把它定义为歌剧 就是歌剧中的 不可多得的精品 那么 这五年来 其实这个市场 这个宁波的市场 古典音乐的市场氛围 其实我觉得 我可以在现场 在贝多芬教想曲的现场 感受到这样一个氛围 你想四个乐章 乐章和乐章之间 有简短的停顿 没有人鼓掌 我觉得很惊讶 在座的都是学生 都是穿着各种校服的学生 而且还有大巴在门口 会把这些学生送过来 可能还会把他们 再送回去 送回学校 我觉得这个整个配套设施 配套服务做得都非常非常好 哎呀 这些学生 没有人鼓掌 也没有人拍照 我可能是唯一一个现场 在拉着手机偷拍的 因为我给潮人潭 做短视频 所以只能悄悄地 拍一些小视频 来作为素材 咱们艺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